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M這個函數是3T加4的積分 下線是上線 那X是變動的 因為這個函數隨著X改變 那你把它積出來以後 你再給它微分 對X微分以後 再把X帶2會頂多少 那就直接我就給它積分 第一項積分多少 第一項積分的話 3可以抽出來 那T T的一次方積分就是變二次方 所以是二分之一 T平方 這個是T的一次方積分 加多少呢 加第二項積分就是4T 當然還可以再加一個常數 那現在的話 帶上下線 它是做不定積分 2到X 通常你做不定積分的話 C的話就不要寫了 為什麼 因為你帶上下線 C一定可以消掉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等於多少 等於 這是二分之三 這是X平方 再加4X 這是上線 C我們就不要看了 減掉多少 減掉是2 這是二分之三 乘以二的平方 再加4X 這4X 4X 4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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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等於裡面這個東西 你把T帶X就對了 所以的話 我就 X只要帶2 帶2的話 就是3乘以2 再加4 所以答案的話 是等於10 答案的話 是等於10 所以這一題的話 選A 這一題的話答案是A 我們可以看一看它的幾何義 我們知道那個 那個什麼呢 那個積溫代表什麼呢 代表這個函數圖形底下面積 那是代表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Y 等於那個3T加4 3T加4的話 這個圖形的話 它通過T帶領Y等4 結局是4 那斜率是3 是這樣子 好 那現在的話 它從哪裡呢 從2 從T等於2 那幾分幾到 幾到X 所以它的什麼呢 它的面積的話呢 是等於這一塊 我面積這一塊 好 那面積這一塊的話 那我現在的話 給它微分的話 就等於什麼呢 我們知道那個 微分 F呢 這個X 這等到 這等於DF 除以DX DF什麼呢 DF就是說 就是這個面積 在這個附近的變化量 變化量的話 就什麼呢 就這個面積 扣掉 扣掉這個面積 扣掉這個面積 這個面積的話 就是 X 減掉DX 扣掉以後 就是這塊面積 那這塊面積的話 你再把它除一點DX 那就什麼呢 因為DX 這個面積是趨近一點 趨近一點 趨近一點 雖然看起來是T型 但事實上的話 它是什麼呢 它是長方型 長方型 DF的話 什麼呢 是這個呢 它的底 趨近於無窮小的長方型 那你再把什麼呢 把它除以DX 的話 那代表什麼 代表這長方型的高 長方型的高 那長方型的高是多少呢 長方型的高的話 就是這個 這個的話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Y Y你把T代多少呢 T代X 這裡代X 所以這就是3X加4 對不對 所以你就曉得什麼呢 曉得說 我F 在X的話 實際上是等於3X加4 3X加4 那 那你是3X加4的話 然後你就把它給它代2 我X的話給它代2 我給它代2的話 這個就等於10 所以答案就10 所以這一題的話 答案應該要選B